对于内湖园区的环保志工来说 日子照常过 环保照样做 他们今天一大早继续地走进铁皮屋里 坚守他们爱护地球的环保使命 至于坊间也曾经质疑说 内湖园区现有的这种铁皮建筑 是不是该拆掉呢 慈激的回应是 现有的建筑通通都是购买土地的时候 就存在的既有建筑属于合法使用 环保志工詹文玉笑称自己已经75岁 从来没进入职场工作 但做环保却坚持将近五年 长时间待在闷热的铁皮屋里 还要忍受难闻气味 反观社会舆论正为慈禁内湖园区 争论不休 这群环保志工坚守岗位更显得特别 纷纷扰扰一个多月里 来慈禁内湖园区参访的人变多了 有疑虑的 有好奇的志工都一一解答 现场还有最好的活教材 公民重见证 大家都只有一个心念 把握机会做对的事 我们如何去接引社区的菩萨 如何让这边成为一个菩萨的道场 然后也让很多人能够进来走这条菩萨道 是净化了多少人的心 那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位志工本来就应该要做的事情 不变的是环保志工对土地的情感以及环保的信念 但要改变只能选择如何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大爱新闻 李思萱 梁家明 台北报道